這些學期要做這個影片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你在做這個影片剪接的時候 要做一些程序作業 你在準備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第一個當然你要準備一下你的電腦的硬體設備 以各位現在要講的話 我們的設備你如果要做DVD 大致上都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如果你要做到 比如剛RT的HD 像有些電視台無線的 他們現在不是叫做世衛的單畫組的 比如像民視、東京電視 他們叫做單畫組的 雖然現在台字已經在雜了 但是這個檔案包大很多 大很多 所以如果都是你的鈍 你想要剪接這個HD的 這樣就比較累人了 像我們一般日本的NHK之類的也是 都是一樣 你如果家裡面 假設你以前沒有接地視台 那他們就是原本的類似的 今年就停掉了 知道吧 今年不是要不能數月的嗎 全部都是數月化的 所以那個就要再去買一個機上的關係 那軟體的部分呢 其實軟體的部分就還好 因為慢慢的 像我們今天都會介紹到雲章的 連陽體都不用 所以以後慢慢你會發現 越來越都不會上雲章 上了雲章之後 有一點你會比較難過的 因為它是屁次收費或按月收費 所以根本你不用買軟體 你也跑不掉 你只要又問我家庫選 就沒有軟體大版的問題 所以這個當然比較複雜的 我們還是需要軟體 但是比較簡單的 比較普及化的 可能就會再到雲章 這樣子就印象完了 好 那資材就是要做什麼 資材的收集 因為你要做影片 你要做法律裡面 所以你要不要去找一些資材 大家想要找一些影片的部分 比如說 我們要請做偶像劇的清華題 那你要去找一下 哪些影片的橋段 你比較喜歡的 比較重要的 你要把它找下來 有沒有一些照片 需要怎麼樣 需要去做 處理的 像我們上次你學過的 影像處理 把它做去背 還是做合成 對不對 那 也要不要去找一些什麼 音樂 還有所謂的音效 像這位比方 如果要看布袋戲的時候 嘶嘶嘶嘶 對不對 像那種 像那種 那種音效 所以你要去找 要找適當的音樂 音效 等你這些素材都很好的 還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一些 學習上的講話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我們上學期有沒有 學會怎麼打 YouTube的音樂 加下來 我們學會 FaceTube 加 當然你用別的也可以 好 那你加下來 看的都是什麼 FLV 或者NP色 那這些 會說你不見得能夠用 簡介你不見得能夠用 所以你要 你說那個什麼 格式工廠之類 我把它做一個展望 那詐騙也是一樣 對了 請問 你如果用那個手機 你的手機拍下來的 影片是怎麼的 詐騙沒問題 大家都一樣 就JPG比較多 但是影片是什麼 所以說影片的副檔名就是3GP 3GP 所以 這個 會生會員的那樣 但是 格式工廠可以講 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轉成 比較一般性的格式 再把它拿到哪裡 檢查版本裡面來做 再來 你講好的 可以做的 要做檢查 做什麼 序無前進 所以哪一段要 哪一段不要 這些都要處理 那比較怕的是 現在媒體 亮相裡面的 常常一花接木 有沒有 就知道他帶來 帶來家 要認得他講的 欸 這樣就比較不好 所以 這個呢 剪接的部分 我們就是要去處理一下 把一些你要的 不要的 把它剪接一下 那這樣就比較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前面這段 這段就是在企劃 你要 然後去收集一些素材 他辦法借 那這段 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那個 影片的規則的部分 好 請問大家有沒有看過VCD 有沒有看過DVD 有沒有去租過HD的 這個就這樣沒有了 對不對 因為HD的 家裡面還有什麼 藍光的播放器 藍光的DVD 可能我們不做不見的 能夠買 那 藍光的影片 你知道外面要出也比較少 有些電影也許有出 但是大多數的可能都還在DVD介紹 因為這個DVD大概比較普遍 甚至有些我們直接怎樣 不用買門票 就直接看完面見片 有嗎 你們有沒有買門票 就在家裡面 把任見片看完的經驗嗎 好 OK 那我們先看一下 請問 VCD DVD HD哪一個品質比較好 VCD比較好 你的眼睛一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對我講 中西國對 哈哈 你看我們VCD的主線只有多少 352、240而已 有沒有小 有哈 現在看起來覺得很可笑 各位 可是以前 大學 三年級、四年級的時候 哇 這個電腦能夠上VCD 這很了不起 那你待了DVD之後呢 720480而已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檔案比較大 你畫質比較好 檔案已經比較大 那 你看 如果是HD HD有分 要注意一下 有FHD 跟所謂的HD 不一樣 一般有的 像有的四位相機 對 像我們像那個硬碟 連路行車記錄器也可以拍 對不對 也可以拍影片 最近Mokio事件 就是 就某一家常商 就是說 黑黑 溫刀也行 對 無線 就是 那個也可以拍一下 那 你看 一般來說 有的四位相機他說 我會拍到HD 至少他指的HD 是下面的這個HD 就是1280x720 那你如果是FHD 那你如果是FHD 你們像一般 比如說你如果家裡面新買的這個電器 LED的 或者是電章電器 他們都會傳到我支援FHD 支援FHD的話 就要到多少 1920x1080 所以這個齒心就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發現 二 真的 齒心越來越大 反正就越來越大 來 各位 你記不記得 你一片CD 容量就得到 我們一片CD 容量得到 對 對 標誌的是這樣子 六百五十 Mega 以前 我們就問Mega 都解不出 後來有一些 拆床電 可以用到七百二 甚至七百八 那標準的 是六百五左右 那 DVD DVD 有分很多 有單面單層 單面單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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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格都不一樣 那我們就床電的 單面單層 就是各位最床電到的 它是多少 4.7G 有沒有大很多 那麼 你如果要用到HD的 你要用到什麼 藍光的 對不對 藍光的 那個會不一樣 所以 只是說 藍光的比較 夠 而且普及性 現在相對來說 比較沒那麼高 那 說過了 以前的那個 你們有塞過片子嗎 塞過那個光碟片嗎 請問你們是要買一片光碟片多少錢 VCD的 或DVD 差不多 你現在買一片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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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現在有10片的 有50片的 對不對 有100片的 好一桶 一桶 用那個布丁桶 那你大概平均下來應該都要10塊以下 大部分 都要10塊上下 像我們以前 我的那個作品集 我大學的作品集 我把它燒起來 我那家買的 買的是金片 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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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二百五 所以三塊的就很碰 因為打光一個小時以下90塊 我們那時候也 90塊 三塊一件就 要打光兩三個小時才有 你如果配置比較好 其實 像我的那個 那樣的片 我現在讀的 都還讀得到 可是如果你們現在 買了光的片去燒 不用幾年 就讀不到了 我跟你講 你們光的機 現在都比較爛 這樣光的機 也用不到幾年 就壞掉了 好 所以這樣對我們 對這個作品 比較清楚一點點 所以我比較了解了 那我們等一下 還要再往下看一下 什麼 影片的可視 但是在我影片播出之前 我還在跟 A介紹一下 上面有一個沒介紹到的 我們事實上在 用播放影片的時候 事實上 對完地區 是不一樣的 所以以前有沒有看過 錄影大 不是前面有A的 錄影大 錄影大 錄影大的話 以前有大的 有小的 而且怎麼樣 你在對岸 比如你在大陸看 在越南看 在越南看 這次跟國際的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說 其實我們台灣 大概用的都是美國 所以你剛剛看到 這區對岸都是美國的 歐規的 比如你如果去對岸 他們就是歐規的 那他們的對岸就跟我們不太相同 早期我們那個錄影大的話 你會發現 台灣的道具那邊不能看 為什麼 都給了岸 那現在的話 因為都是用滴滴滴 播放區比較多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內建 兩種都支援 甚至你在這岸上看 怎麼就沒有差 加內上比較會有影響 另外這個的話 這個是 蘇俄等 以前的蘇聯 現在變成俄羅斯 所以這個是不同的規則 會不能補強 會有不同的區分的規則